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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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點檔時間 那今天的話要來介紹一下這次的生存隊伍的藍隊 好那藍隊的話是國家隊 白隊的話是上集講到的EX隊 那我自己體驗目前是都選擇用EX隊啦 那主要就是打個體驗 對就是打個體驗 那在獎勵有辦法拿到的前提底下的話 那我自己這樣打起來的話我自己的想法 短暫的想法是覺得說 EX隊阿 算是一個挑戰吧 他就是投手球速比較快一點點 但是 他的那個 手屏阿 有點 蠻硬的 真的就是在考驗 你的技術的展現 那選白隊的阿 有打到前幾名的我真的覺得蠻厲害的 那就是這樣子阿 那我是覺得說因為國家隊大家常常在用 那就是可以 體驗一下其他的卡種 那所以可以考慮選白隊 那如果你覺得白隊的戰力你真的覺得不太OK的話 那就你還是就還是選藍隊吧 好那今天就來講一下我們的藍隊 藍隊國家隊這次主要是用08年的國家隊打基底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卡片 好那我們一樣是從打線開始 那打線的話我覺得後補 後補的四張阿 除了層指好以外我覺得基本上不用換上來 就後補就好了 好那一樣是89棒吧 89棒的話我會排 我會把第一棒的林哲瑄 排到第八棒 然後第九棒用火哥張劍民去跑壘 那這兩張的話打擊槍隊沒有這麼高 然後就往 由後往前排啦 應該說由前往後排會比較好一點 一棒我會放高火灰 然後第二棒我會放陳金鋒 那陳金鋒的話我自己可能不會直接打 我會換後補的陳子豪上來帶打 那陳子豪的力量跟速度都是比較高的 那打擊上面83應該還OK啦 然後第三棒我會放林之聖 那一樣就是如果前三棒有 有三上三下的話 就是後來再利用23棒跑壘 那陳子豪的跑壘也是很快 那後面就是做給第四棒的彭正銘 然後第五棒放蔣志賢 第六棒是葉君章 第七棒是石志偉 然後後面在八九棒 那棒刺的部分我應該就這樣子啦 那當然啦如果有看到這邊的觀眾啊 就是棒刺的部分跟戰略的部分 就真的是參考就好了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說打得很好 尤其是這種生存模式只有加五 我自己是真的不是很習慣啊 那所以就是參考就好 那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你就繼續用 那如果對你沒有幫助的話 我覺得你就直接跳過就好 就不要去改變原本的方式 好那我們就來講投手的部分 那投手的話也是用08年打基底啊 那08是有五張投手 就是應該要說五張先發投手 都有滿 然後第一張是陳偉英 陳偉英蓄投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啊 這個球種加上數值上面 就整體來看就很強 所以陳偉英你要蓄投是沒有問題 那潘衛倫這張的話我覺得就看個人的使用 這張球數是有點偏慢 但是你加成不練上去 以現在生存模式的狀況來看 有些人其實不太會打慢球 那像我今天遇到潘衛倫那個變速球啊 100公里真的很不習慣 你平常都在打165的速球 所以就 嘿 如果這個球種你會用的話 然後接下來是李正昌 李正昌的話這張球數更慢 應該是更慢啦 那因為他改側投姿嘛 所以球數有被整體都被下滑 就是下修啦 那這個球種上面也是續用都沒有問題 那許文雄的話就是你就看自己的狀況 我自己是不會用啦 那楊劍斧的話就是數值上面可能比較普通一點 我覺得08年的後援應該是撐得住 所以先發可能不用應用楊劍斧去撐 那中繼的話只有三張 對沒錯只有三張 第一張張之佳 張之佳可能就會是這次的主戰 就是數值上面很好 然後球種上面也是還不錯 只是可能少一顆的縫線啦 其實我不太確定這樣算不算單向 然後接下來是尼夫德 尼夫德的話就是左頭的主戰 那主要就是 我是覺得啦主要可能就是 張之佳跟尼夫德 還有後援的應該說closer的正凱文 這三張應該會是我玩藍隊的主戰 那羅加倫的話我覺得應該就不用了 除非你會配啦 你會配那當然沒有問題 然後另外兩張中繼是配 配陳鴻文 陳鴻文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其實跟尼夫德的球種是一樣的啦 那如果說啦 你陳鴻文如果會配的話 這次也是不好打的 那我自己的話是 陳鴻文可能就比較不會丟上來 那控球74就可能有點抖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OK沒有問題的話 他要成功的球種 加上他的姿勢也是都會使用的 那這次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啊 08年的國家隊其實有兩張CP的 就有一張跑到RP去了 沒錯 他的中繼是低 所以下滑了一大堆 不然這張其實還不錯的說 但是他放在中繼啊 不能用啊 有一張中繼的超警惠 對他是closer 但是他跑到中繼去了 所以這張就不要理他了 就當作少一張吧 反正EX都那樣子 EX就是數值好嘛 但是 嗯 沒錯 球種少 然後那CP是鎮凱文 鎮凱文的話我覺得OK啦 但是他球種就是比較偏向原本的 就是直球 比較沒有那種下墜的 就只有變數會下墜 跟去球 那比較多人使用的主戰 可能會是落在紫叉跟升卡 所以說這張就是看你個人會不會用啊 那如果你會用 像我自己用的蠻習慣的 我就會照樣給他丟上來 然後那整體來看應該就是這樣子 那這次的話 藍隊跟白隊我都差不多碰過了 那主要藍隊的優勢就是在手背評價 那個白隊手背評價真的是蠻慘的 那白隊的話優勢是在說你可以體驗新卡種 那他就 雖然他是補卡底啊 但是他是跟原本的補卡是長不太一樣的 就是說可以體驗看看啊 因為這種模式 主要出出來就是讓大家體驗的 因為你如果要打那種 暴力隊伍啊 基本上你就去打手動就好 就不用特別打這個 雖然說有部分的狀況是為了要拿獎勵 獎勵真的不錯 就記得多打吧 整體來看應該就是這樣子 那國家隊的話就是手評可能比較穩一點 然後那今天這部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大家參考就好了 兩部都是啊 EX跟這個國家隊都是這樣子啊 就是參考就好 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